别忘了一定要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第一时间上架了 会告诉你哦 晚上8点到10点 在非凡商业台 非凡股市现场 伪创 广达 技嘉 哇 过去大家最爱的AI三剑客 今天有一起手牵手反弹哦 那到底应该怎么观察呢 因为我们看到了美超微 挥打跟超微 又同创了历史新高 AI这个快速列车好像停不下来 那我们也为难 那当然稍后包括了今天的这个散热啊 饥渴啊 就是伺服器 会跟大家好好来做一个报告 那我们也透过镜面当中 今天有不同的来宾都拿出了10档 现今的高息股啊 好诱人哦 因为我怕你被高股息搞混了 那但是有的更好 除了给现金 也有给股票 哇 今天呢 远东营又是有一个代表做了 有出息 但是投资朋友 息很美好 要不要先赚个价差 因为台湾的这个股息啊 是要克税的 好 那我们要不要先赚个价差 好 那另外呢 许多投资朋友看到了今天的指数 来到了19453点 今天大家都第一次见到 又再闯出了新高价 今天亮灯涨停的加速高达46档哦 哇 这个报股 不报股 追与不追都是难题啊 我们透过镜面当中来看到台股 今天呢 开高之后的一个震荡 然后一直维持一个高姿态哦 甚至到中午哦 这个12点04分来到了19453 上涨了148点 但是但是最后一盘 最后5分钟 啊台积电就 嗯 浪了一点空间出来哦 使得中场指数是上涨了81点 就是在最后5分钟的最后一盘 收在19386点 今天的成交量4227亿 在万九之上的太空漫步这一趟旅程 我想你我都好好的来享受啊 今天是节气当中的金值 好 那我们透过镜面当中 跟他来看台积电的相关概念股啊 包括了这个剑尾红树哦 还有呢智茂都有不错的一个涨势 这就是台积电星云也吻下来了 好 另外呢我们来看呢 伺服器的相关股啊 包括了这个富华银广成名殿 那昨天休息的川湖啊 还有秦城啊 这个都是伺服器相关 那如果又抓更紧凑一点 就可以看到如果是机壳的一个部分 OK 就提供给大家 就是秦城啊什么都在里面 那还有呢这个散热的一个部分 今天安泰克圆山 骑红人家那么大只哦 成交量也是都有出来 另外轴层的部分 新日新今天呢 亮灯涨停 那以及呢上药集团 你有没有看过什么叫做一条龙 怎么整的这个样子啊 一条龙的涨停板 当然今天呢 有46档的亮灯涨停 我们透过镜面当中 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报告 在整个成交张数的第一名是 群艺台湾精选高息17万张 耀华12万9 伪创12万6 群艺ESG头等在 富华台湾科技优习 元大台湾50反一 富邦恒生国际政二 元大护生300政二 两会召开 还有郑文以及陈明店 这是呢成交张数的一个榜单 成交金额的部分呢 本来今天鸿海也是涨的啦 不然就更漂亮 那就以台积电471亿 伪创154亿 中兴电120亿 联发科96亿 齐鸿88 鸿海收平80亿 维影新日新亚历长荣 这是成交金额的榜单 今天呢 露骨我刚提到了两会的一个部分 露骨有所表现 但恒生似乎到了下午盘 还是呢压力很大 那日金早上也一度就是演出了黑翻红中场 还是翻黑的一个情形 透过镜面当中 你看就是最后一盘五分钟 那使得加权股价指数涨幅0.42% 贵买 最后呢在尾盘也有翻红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也透过镜面当中 跟大家来看看台币 今天收31.576提供给投资朋友 三位来宾来到了非凡股市现场 我们欢迎产业总司令 赖建成赖总司令您好 明确好 大家晚安 今天感觉这个意气风发 带来什么重点内容 好的我想今天来看的话 当然台积电还是成交金的最大一档个股 股价也继续创新高 刚刚明确给大家看过了 其实台积电就是航空母舰 他把AI股票带上去了 其实呢 AI股票旁边呢 也有很多小艇 就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很多小型的个股 轮流来做这个比价的效应 所以呢我们今天针对台积电一些大联盟 哪些可能还有机会的 跟大家来做一些探讨 第二个来看的话 我看到ETF真的很疯啊 一星目击就是几百亿啊 大家都台湾人很喜欢配息 高股息的概念 所以呢我带来一些已经公布鼓励的 挑选出了电子五档 传产五档 殖利率在5%以上的 这个觉得会有一些机会 量也比较大的一些指标性的个股 跟大家来做一些探讨 OK 那我们赶紧来欢迎我们的趋势专家 中国中心你好 您这一集观众朋友大家好 过去不管在市场征战 也带研究团队的在这关键时刻 给投资有什么样的建议 好的我想大航今天来到19453 就您刚刚明天所讲的 我们大家都没见过 坦白讲都没见过 法兰也没见过 大家都没见过 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今天的台股 在亚洲的股市当中也算是表现 算是比较强势 所以坦白讲这个盘式确实是储高 但这储高当中市场上看起来 又有一定的热度 所以我今天还是会选择 比较属于高股息这些 可工业可守的为主 除了建成刚刚所讲的 他的这边有标的名单 我这边会有一个预测的 可能哪些公司可能会有高股息 那另外来讲的话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今天 刚好我准备一个叫做 有配股的又配息的公司 那刚好今天我就看到远东银行 又就跟一个上礼拜的国具是一样 又配你股票又配你息 所以呢我觉得来讲的话 这些公司如果是稳健型的 如果是有成长型公司的话 他除了配你息之外 他的股指还能够帮你赚钱的话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未来 还是另外短期市场上 一个趋势的主流的部分 亮灯涨停欸 远东银欸 我像许董事长都 因为他一手给你股票 一手给你现金 这个掌声鼓励 这个鼓励算漂亮的 所以今天市场也不客气 就一口气锁到底 是是是 他两个都是1比1 算是目前我所看里面的股根线里面当中 是算是配的 算是比较高的 1比1的 好 那另外我们赶紧来欢迎电竞王子 玉堂仙你好 你好大家好 时间在重点内容有 好我现在大家看到这一波 这个创历史高 也是台积电的一个带动 那当然在台积电 很多投资想买 第一个觉得五六百没买 七百多怎么买 所以我觉得从台积电的一个 冲高带动效应之下 这个扩散在周边的一些 你说设备材料周边相关的个股 我觉得在当中可能 还是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会从这个面向 带各位去切入 当然也准备了一些我觉得 毕竟现在是多头市场嘛 还是有很多优质的潜力股 在今天节目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OK 那我们赶紧重返今天的股市现场 那今天股市现场 其实早上大家也看到了 美超微啊 看到了辉达跟超微 又同步创下了历史新高 所以AI这一个列车 似乎我们应该跟着他们吧 我想第一个呢 我记得上个礼拜 我来跟大家股市现场 有跟大家讲过 3月18号什么日子 GTC大会 对不对 18号到21号 那过去大家说 今年年初以来 AI股又涨很多了 我说实在 GTC大会之前 还有一个题材性 所以美国呢 你就算股市怎么震 美超微 已经这一波涨了10倍 那NVIDIA继续创新高 AMD也继续创高 所以呢 他们的财报 财色也都不错的情况之下 开始扩散 连DAEU最近的股价都大涨 对不对 所以呢我会觉得 AI的一个部队呢 确实在国际上的认同 尤其在美股认同度是很高的 当然他们位置点很高啦 相对的我们看台湾 我说实在的 我们这些组装的个股 这个之前一二月神经拉升之后 又回档了 力道上就没有像人家那么强 人家都过高 还创历史新高 我们只有少部分的一些 像散热可能有一些 PCP有一些 但是组装这一块 照理说他们应该也要跟上 没有 那原因是在哪边 我跟大家讲 力道比较弱的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还是组装 或者是品牌 或者毛利率虽然会提升 但是不像我是IC设计厂商 毛利率也拉那么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看的话 量开始出来 这个会慢慢的增加 所以大家在看营收 到底是不是真的 一直都不相信 等到很明确的营收出来之后呢 大家可能才会比较认同 那经过了修正整理之后呢 最近法人有在卖 他们也打不下去 这个三件客 尾创 广达 技嘉 我过去有讲过 他们叫二刀流 他们有NBPC 也有伺服器 他不是只有单一个产品 所以真正要动的话 大盘不能只靠台积电 如果说盘要再继续往上攻 挑战2万点甚至更高 这三档个股 一定要去挑战前高 尾创 广达跟技嘉的部分 而且我认为他们业绩 今年应该足迹慢慢的攀高 因为伺服器的比重在增加 不是我讲的 广达老板都这么讲 尾创有外资也这样认同 所以我会觉得 他们的位置点这边 修正整理完毕之后 应该是有机会继续往上攻 OK 好 所以今天包括了伺服器之外 这个机壳的散热的 又重新在一二一二的 在进行整军 对 当然今天的机壳跟散热 一军有涨 但是涨的都是二军 对 就是说他们比较轻盈一点 涨的幅度就比较大 所以呢 会不会再轮回去一军的部分 大家要观察一下 好 那我们赶紧跟这个趋势专家 郭忠仙也来做个请教 的确我们刚刚也讨论 我们市场的确在这里 该报不该报 报得住的也是塞乎 抱不住的就说 那我就等他回我再来进 好像两边也都对 报警一点也对 不报警也对 然后另外涨停的加速 在云端 现在漫步在一万九千点之上 哇想涨停就涨停也很任性 也有46档 好 我大致上 从这三档的 从这个46档股票 我看它分为三类 给大家做参考 第一个呢 就是盘面上的重要的指标股 我想最主要的指标 应该就是红座 331的红座 扣发石这边的代表性 尤其呢 今天的收盘价999 明天势必就是 千金 所谓的盘面上的报纸的 看能不能闯千金的 所谓的一个当话题 那它也当好 刚好是台积电的概念股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这部分 假如说你是做一个中长期趋势 这个部分 是市场上维系人气的指标 我觉得这个是 如果你有 而且是在低档的位置价持有的话 当然就可以去做续报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今天 刚刚所讲的是 高股息质利率向远东云 如果已经 他今天所公布的是 要配1.012的股利的部分 大概是0.506的现金 跟0.506的股票 我现在算算今天的股利率 还有7.46% 换言之 这个股利率还算高 也就是说 但是明天来讲相对 它的股利率如果再涨上去 相对股利率就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今天有5万3000多张 还挂买单 我觉得来讲 明天还是会有机会再上涨 第三个就是 原本是一个 原本也是市场上的好股票 但是长期被忽略的 我就举个例子 像3.206的智风 这家公司 今天出现涨停 那这家公司呢 他也不算投机股 也不算是没有获利 他前三季EPS是 将近赚了4.46% 比去年同期3.32%来的成长 EPS我大概抓 抓今年EPS有机会 到5块到5块半左右 半个资本额 也就是说不到50块钱的股价 这时候刚好被市场上会注意 10% 而且他股利的部分 去年配2块2 我今年预估 应该有机会配到3块到3块3 换言之 如果这样的话 跨股息殖利率目前还有将近有6%到7% 那他是做这个所谓的 我们讲是说瘦化器 瘦化器 包括像之前美律这些做音响的都 做耳机也都有涨 那他这个部分 也有可以反映到他一些题材 那所以我觉得这家公司 他算殖利率也不错 所以呢 像类似有这样子一个 有殖利率的保护的公司 我觉得来讲 未来应该还是会 市场上关注的重点 哇 从掌停板46档 还可以挑出分门别类 非常早去世大师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 我们的电竞王子 因为平常也都在盘中 跟我们做这样的连线 这个集团 这个叫做掌停板一条了 那还有一个集团 你猜脸绿绿的 神盾集团 哈哈哈 结果应该这么讲 风水轮流转 你看在这个神盾安国 这个神盾集团的个股 在前一阵子 哇 这市场疯狂追逐的 因为这个安国上去之后 把其他整个家族就带起来 那我觉得多头市场就是这样 当安国这个已经从 以前是四五十的股票 飙到那两百多块 我们之前谈到真的 本益比过高的情况之下 真的再追进的话 它的波动真的很高 不能说未来没有机会 但是这种股票就是 现在你操作难度高 但是这 你再从上药集团去看 就是两样型 上药集团 全面的在今天全部涨停 这个就是多头市场架构 你看什么四季 上药 信力都是过去很冷门的 那但是在这一波 其实就是集团股 有这种群聚的效果 你可能买不到A 大家就会去追集团股的B 然后买C 然后有一些真的已经锁了 甚至分盘交易又更难操作 这就是资金的外衣效果 你就想之前神盾家族就是这样 当然在这个时间点 我会提起头稍微要冷静一下 因为有一些个股真的 你说营收获利不怎么样 然后已经涨了这么多上来之后 可能是给手上有的人 我会提醒你适当的做减 你也回过头去看现在的神盾家族就是这样 随时都会也没有利空 他就突如其来杀了一根下来 这个就是在台股上历史高之际 不仅盘中的大盘的波动 个别股的波动 其实也会越来越高 OK好 所以在这个一万九千点之上 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个风景 所以今天三位做足了一个研究 如果你喜欢配息率比较高的 股票 那有人又给股票 又给现金 哇这个双重享受的有哪一些 那甚至呢 每位都有各十档高股息股 有的可以有10% 待会会跟大家来进行揭晓 那我们透过镜面当中 外资今天买了58.4亿 投信买29.2亿 而自营商买了3.92亿 我们来看单边的一个部分 外资买进的金额是1386亿 卖1328亿 外资买超了58.4亿 连续四天买超了567亿 接续我们透过镜面当中 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 在今天呢 期货的一个多单 昨天反正就是减加 今天呢是多单减了656口 近多3331口 另外呢 昨天的当冲成交金额 我们就说应该会不少 2151亿 当冲的一个占比来到了34.7% 好那有454档标定 站在所有均线之上 也站稳五日线 符合出量原则的有72档 马上为您揭晓 有耀华 哇这个也是指数也是创这一波的一个新高 量增7万 正文也是6万3 成名店 典范台通 富桥 鸿海今天是收平 华电网 中探针 以及新日新 里面有多档亮灯 涨停的相关股 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第八阶段 筹码追追追 一并告诉大家外资跟投信的一个动态 所以呢锁定非凡股市现场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跟你一把抓住台股的最新卖动 好回到非凡股市现场 哇台积电 当然今天台积电在最后一盘 压下去 最后一盘 就是它压下去的 对指数也被压下去 当然今天最高是738块 就是在创历史新高 昨天实在太强了 其实往前一天 往上个礼拜五看 台积电ADR其实涨4%左右 那我们昨天涨超过 很难得 很难得 涨得比ADR还要凶 所以昨天晚上ADR呢 它就继续涨 对 但是呢都有一点 这个收黑K的情况 那今天呢我们现货来看 这是ADR嘛 一样收黑K 今天也一样收黑K 毕竟呢 我跟大家提一下 短线上应该台积电会稍微休息 一个缺口 两个缺口 三个缺口 那整理也是好事 你不要那么 台积电每天涨 指数一直拉上去 你会越担心啊 一定越担心 你越不敢进场 它休息呢 你看今天台积电成交近了400多亿 假设我一半的钱洒出去 到其他相关的AI也好 或台积电大联盟供应链 你觉得会不会活蹦乱进 我们换个角度去想 所以呢我觉得台积电的休息 是会走更长远的路 今天471亿 他一档已经超过一成以上的成交金额了 对 所以你看今天那么大量 昨天也是那么大量 我说一半就好了 我说你释出一半 一半其实亚太还是很多 一半释出来 分跟台积电有关系的 我们OK 跟半导体有关系 我觉得就开始会轮动了 大联盟 这就会联系 我们看一下 我给大家为什么有这种观点 说实在的 台积电相关的半导体个股呢 其实联动还蛮多的 今年AI大家不用讲 高速运算5G 最近很红的WiFi器 都是成长动能 高阶制程也不断的在扩充当中 当然设备股也会有机会受惠 台积电未来往2nm跟1.4 来继续的扩充 来往前进 还有呢 先进封装 不是只有台积电在扩 日月光的底下细品 各方面也都在扩 所以这些设备股呢 当然就是会有联动性 那除了设备之外 材料啦 或者是周边的上中下游的牵动呢 会不会有机会 当然会有机会 我们想一个 跟台积电 跟科技股没有关系的 都受惠房地产 大家都很清楚嘛 第一个足科嘛 足北的房地产 高雄 对高雄 那我们家那边也是足科 苗栗头粪足哪那里 科学园区也都房地产长 那之前的龙潭 对不对 现在又讲到云林被 胡伟 胡伟 我不知道是真或假 而且还是要高阶的制程 要放在 所以我就觉得说台积电到哪边 雄本有没有看到 有有雄本 人都去 他才是在点光明灯吧 对 所以我说台积电 不要说电子业 他把房地产很多产业 包括餐饮业 全部都带起来了 那更何况我们想一下 他们都可以动 我实质上跟台积电 上中下游或周边有关系的 我难道不去留意吗 有道理 我们从这个角度 我们去切入 所以呢 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轮动 我说实在 我的资料库里面呢 台积电的大联盟 五六十档股票 是的 很多 但是我挑一些出来 跟大家做一些探讨 大家比较知名的 有些太冷门了 我就不特别讲 我们说积电类股 难道一定是重电吗 不一定吧 你看压力 今天他涨停了 对不对 最近外资在买 当然他位阶点没有划成 或者是中心电那么高 他就开始补涨 他又补涨 沿着五日线 中长期呢 就观察这个景线的位置点 不要跌破 你看这个都可以被联动上去 大家来看看 设备当然很多啦 台积电很多相关的 我只点一些 无神是就很多 汉堂 凡轩 这个EUV的 光照的加灯 我这信号是 去年前三季 还没有公布全年 没有打信号 因为全年 跟大家讲一声 你可以看到 汉堂 凡轩 这边加灯 土阳之间 筹码可能没有很 那个 但是股价就 你看汉堂 汉堂上去了 无神是 我们再想想 樊轩会不会再跟上一下 他也整理过了 这边整理 会不会换他 也有机会往上突破 那加灯最近也开始加温了 3680的加灯 股价来看的话 也慢慢加温 你可以沿着上升轨道来操作 就这样 他的股性大概这样 没有话 就这样 碰到压力卖一趟 压回来做低接 因为 为什么 很多位接点都是比较高的 我还是跟大家讲 你要设一个所谓的防守点 那个防守点不要跌破 你进场 碰到压力 我就输一下 我们就短线操作了 但是呢 他们的轮动架构来看呢 应该会持续 为什么 因为呢 最近的设备股里面呢 今年的设备股跟去年的设备股 最夯的叫COAS 不然不会有今天那档股票叫999 红硕 明天应该就 会不会四位数又是一个千金 今天999 就是硬要公道涨停板 好我们回到质卡 COAS相关的设备 这三档个股 就是今年最红的 当然还也扩散到其他沾到一点边的 我说实在 没有那么明确 这三档是真的比较明确 那红硕去年前三季就14.99块 他已经来到了999块钱 那我请问一下 最近的万论又往上拉 其实星云的业绩还不错 会不会再卷土重来 35830星云 所以红硕今天涨停 我们就也没有必要去追他 我把它当指标 他会不会把其他的 就是封测的设备 给带动一下 那我想 可以看一下 他如果往上突破 星云会不会有机会再加温 就是说我们不追高 那有回档的时候 重要的支撑 可能十字均线都没有破 我就进场 万一跌破呢 我可能风险性有限 上去的空间可能有 因为万论也冲上去了 所以我会觉得 他们就会有一个比价的效应 这个是在设备部分呢 可能会牵动 再来 在半导体检测里面呢 昨天宜特涨停 今天就回档 我想这个隔日冲的人 可能也很多啦 但是呢 这两个都是前三季 宜特 宜特是昨天当冲热门鬼 昨天涨停 今天就下了 我觉得很难玩 对不对 因为他也涨很多了 区间 能不能突破 不能突破 你就区间操作 没有跌破这里 基本上都还有 蓄势待发的机会 那宜特上去了 那宏康呢 他比较闷 他就是阶梯式整理 你就这样 你知道他的惯性往上拉 他要整理的时候 有压回的时候 你就这样买吧 我画一个上升轨道给他看 有没有 等他压回这边 你可能就可以去留意 因为我获利 比你宜特还要好 你最近那么强 我宏康股价 能不能跟上一些 这半导体检测的部分 其实今天 你看到有一些 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检测的部分 或者是封测的部分 也都在涨 但是呢 我觉得他们就是轮动 另外 我讲到封测 你看看这些股票 业绩差吗 不差 金财去年赚5块 日月光去年赚7.39 新权赚5.79 筹码有买有卖 但是最近有在开始加温 我们先看日月光投控 为什么 先看日月光投控 为什么外资投信 刚才看到没有买很多 底下是因为前不久在卖 我只抓最近 最近这几天都买回来了 所以我会觉得 台积电都冲出去了 日月光投控的部分 我觉得依照他的获利 我赚7块多 我去年赚7块多 我现在股价在这边 好像是被委屈了一点 他应该有机会来做跟进 3374的精彩 我一直觉得 大家爹不疼娘不爱的 但是他是台积电子公司 赚那么多钱5块钱 台积电子公司还有一个叫彩玉 300多块对不对 当然有转机性没有错 但是呢金财 我赚5块 他赚5块钱 财运还没赚那么多 为什么股价只在这边 我就说跌不疼娘不爱 筹码就没进来 但是呢 什么时候爆发 我们知道 我只跟大家讲 他是被抵估的 那我赚5块钱 才130几块钱 现在股价的本益比来比较 相对是比较便宜一点点 所以有机会 另外一个呢 也是一样 新权金元测试 对 我说实在的 赚5块钱股价七十几块 然后呢 未来如果配的息稍微多一点点 殖利率也不会太差 搞不好也会吸引人家注意 所以最近来看 底型是有出来的 这个有过关 这一个 未来这里突破的位置点 不要再去失手的话 应该就有机会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待 那么多的 可是这些大联盟 都还算稳扎稳打 没有太活药 对 这些都相对安全的 活药的 被你剔除了 对 最近涨太多了 我举个例子 最近那些 你说上个礼拜讲过 特用化学 拉了一下就休息了 他们轮得很快 你去追高 风险性就很大 那今天比较活泼 就是设备股 它也会轮动 所以我会认为说 你找那些还没有发动的 可能力道上安全性会比较好 毕竟我们都没有看过 现在在历史高点 大家都会害怕 19453 对 19453 哪一天变 不知道 可能二字头的话 二字头 二字头 会不会有机会 我上次有在那边讲过 如果说技术病来看的话 8523挡到18619 回挡到12629 如果等幅差距的话 2272 22725 当然 但是技术病告诉我 但是 我们不要预设立场 好 不排除有这个机会 找到 不过目前就是 真的你已经先把那些 比较相对标高的 有一些剃除 但现在投资人心里 真的也没看过 这样指数在这里 对 所以说真的 有的人 也是心惊惊惊 他如果哪一天 又没有给我掉下来 没有人也是 心也走走 我要不要跟 所以抱也不是 不抱也不是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持股比重第一个控制 你不要压身家 我觉得五成左右 甚至五成以下 然后你要强短的 很短线的 当然就看五日均线 正怪力太大 你就不要追了 打回五日均线没有破 你就可以留意 那中长期投资 打回来 各股息不一样 月线是一个关键 不要看季线 月线是个关键 月线不跌破 打回来都是找买点 但是呢 万一破了 相反的就是我要走 停损点要设好 这个停损停利点设好 把自己保护好 到底该报不该报 该追不该追 到底要不要下车 这个的确 每个人都是case by case 但是说真的 也不要让自己 指数你应该开心一点 对 创历史新招 怎么会涌来一种莫名的 恐惧感 很多人 真的很多 但是有恐惧感 对 代表市场还没有 忘了我是谁 对 不过那个场景加速很多 还有的都一条龙 要把就是整团绿绿的 好 那这就是盘面的精彩 当然你要锁定 非凡古日现场 真的 这个股市现场 盘面的动静 您都可以同步掌握 那下个阶段回来 有一些高股息的 可以让你安心 安宁的心 那我们趋势大师 中国中线会告诉我们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非凡股市现场 好那到底该报不该报 所以待会呢 中国中线也会回答这个问题 或许你就是稳健的人 我们也尊重 或许你就是积极的 我们也尊重 这个盘 不是说所有股票 不涨的时候 全部大家都一起挂 一定是有一些股票会涨 那另外有一些股票 就会比较 算是比较孤单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大盘 首先这个大盘 坦白讲这个位置 我个人是真的认为 还是比较高 虽然我们说不要去预设力 但是呢 它确实高 今天出现一个十字线 十字线呢 不代表说马上的反转 但是我们看一下周K线 在这礼拜周K线的角度来看 各位去看一下周K线 123456到现在为止 可以算一算 大概几周 将近有八周的时间 也就是说这个礼拜 是第八周 那当然在未来要继续涨 相对有压力 那当然未来会公布所谓的 大家都忘记了 那几样公布 二月份的营收 还有几样要公布 去年的年报的部分 所以呢我觉得 越到后面 你比较属于关键的 财报公布点的时候 还是要用基本面的角色 来做一个保护 我们看一下今天 我的台股的部分 好 那我现在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 我要从道雄石 道雄石来看 OK 我们知道大盘美股 这波上涨以来算蛮强的 那我再看一看 道雄石 从先前的低点上涨过程当中 2020年以来最多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这边连涨五个月 然后呢 在其次是2021年连涨四个月 现在呢到二月的时候连涨四个月 尽管看美国最近的还比较蛮强 不过道雄石到今天 到昨天晚上为止 还是小跌七点 换言之我认为啦 大盘未来会不会拉回不知道 但是呢 三月如果要再续涨 它的压力是会比较大 人家连涨四个月 我们是连涨八周 对 但是我一直说 相对来讲 在美股相对来讲 它会有一些压力 我们会受它影响 它会有一些压力 那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可能会比较忽略 就是台积电 它已经接近到高档压力区 各位看一下 各位大家看台积电股价 但是呢 你会发现台积电之前ADR的股价 高点压力区落在142到145 那现在呢 ADR到昨天的收盘的时候 是138点多 那换言之我大概算一算 也剩下2%到3%的空间 就会面临到之前比较相对高档 145块钱的压力点位置去 也就是说 大盘相对来到 这个19500点的时候 可能就是如刚才建议所讲的 不是台积电要带担任主要角色 因为空间已经非常的小了 换言之如果能够把钱 能够市场引到其他市场上去 其他个股去 可能或许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看今天的台 台面上的成交量 是一再缩小 在缩小过程当中 你看起来很强 但是呢我常看个股票 这大盘强弱 我通常会用几个指标来看 一个就是权王 就是像台积电 台积电创新高 当然大盘创新高 另外一个就是看股王 那四星KY的部分它也是强 但是呢在看这些 大家一直在看千元的股价以外 坦白讲很多千元的股价 而且基优股已经悄悄在下跌 因为成交量如果在下跌 法轮没在顾的话 它股价就是会马上就会受到影响 因为散户不会接到 我几个例子来看一下 从最早开始 3443的创业 帮我看一下K线图 3443 各位发现 创业很早就见到高 就已经开始拉回到连线部阱 然后呢 5274的信华 各位发现 5274的信华 在这段时间 极大刹到连线的位置 然后呢 4966普瑞的部分 各位发现 啪 几下刹将近快三成 然后呢 6643M31 今天 今天 啪 下来 所以你发现 除了四星KY 这个比较算是有正学统的 正学统 IT这个比较 其他的 因为我讲这也是因为MSCI 马拉拉 征脚鱼 车费股 以外你会发现 其他来讲这些的 比较属于这种 新制裁相关的等等公司 它稍微比较弱势 我们来看一下1590的雅德克 这两天上涨 我们看一下它的K线图 各位看一下 啪 也很快就回来 换言之呢 高价股我认为 也有在陆续在做一个 所谓的撤退的动作 那因为还是 低价股不太好做 纯Q 那我们今天看台面上 就是有一个克射 就是比较一开始就很强 就是像6275的元3 除了散热之外 当然还是在于说 它的公布它的股息 它的股息 它去年赚了4.08 今年要配3块钱的股息 所以你看 公布下来之后 很快就会攻到涨停板 大涨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未来要超出的时候 应该要从这个角度 去压股息比较高的公司 所以我大概目前我认为说 我自己认为说 大概有两档股票 我觉得它高股息 而且它算是 比较算是正派的 就是集团股 集团股的 就是比较多一层保护山的 比较多一层保护 集团 那大概我就介绍两家公司 一家是 就是我之前常在讲的 就是中华汽车2204的部分 那我之前在100块钱附近介绍 去用一个叫类债券的概念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的营收 跟它的一个基本面的状况 那时候都找100块的 找这个息支可以高的 对 我先讲一下为什么 它去年配4块 那100块钱 简直就是鼓励率就已经4%了 各位不要去看 它去年是前一个 它之前是亏钱 它之前是亏14块 但是 但是呢不一样 它去年前三季已经赚8.01了 跟前同期的时间 亏8.51来比较 差很多 而且1月份的营收 MOM跟YY都大幅成长 这个所谓的 它的出货的车子的单子非常好 所以你想 我们现在大概就要猜 因为先财 之前的4块钱是额外发 亏钱的时候额外发 那22年的EPS是14块 那现在要多少 是5块呢 还是6块呢 还是7块 不知道 所以我就说 如果以我当时的角度来讲 100块钱买 它亏钱的时候配你4块 如果还配你4块 一定会被奖 所以起码来讲 我认为有5块的机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中华汽车的这个价 股价走势 我们看中华汽车 帮我看K线读 可以看一下中华汽车的股价 所以你在100块的时候讲 已经赚30块了 这个比股息更过瘾 但是它是一个稳健型 就是我之前讲的一个累债券 如果100块 如果你买债券的观念是用股价 你也知道债是100块钱 如果这个降息是往后延 那你要赚那个价差 你倒不如说等这段时间 董事会要宣布股力胜策的时候 你去期待这个股力胜策的行情 100块钱 如果有股力胜策5块钱 你也还不是一样赚美债的5% 殖利率的保护 所以呢 如果像这样胖 而且过前高了 过前高 但是当然这过前高 还是在等那个答案成绩 但是如何 但如果我们刚刚看的EPS来讲 看起来目前的EPS 来比较的话 它的EPS算是不是非常高 所以我认为说 再帮我缩小一点 时间在拉长 我们再缩小一点 时间在拉长 先前这篇都是 算是已经稳定的量 现在就等答案 等答案是多少 那答案 看公司它如何宣布 这个我想就是 第一个我认为是2204的中华车 接下来就等接牌 再我们看第二档部分 我再来看一下 让我看PowerPoint部分 那PowerPoint呢 我会介绍也是一样 100块的累债券的观念 长龙缸 长龙缸 它就是长龙集团里面的 那长龙缸呢 它就是做这项建厂的部分 包括像先前广达的厂 林口厂 它建的 所以呢 不是只有这个无城市等等 这些他们也在 大家也会帮他们 在做一些厂的部分 只是说没有像无城市那样子 不一样的 那看他一收MOM 这边是小拆退三挞 差不多10平 但1月份一收MOM 是高达71% 那你看一下同样的 他先前的前三GPS 是5.01% 去年前三GPS是7.83% 同期比较成长将近56% 那我们要看 22年EPS是6.2% 然后呢 22年度是配发5块钱 配发率是8成 5块喔 那各位再来看一下 它的股价 如果呢 之前的 配发的是5块钱 那100块钱不是股利率是5% 对 对 对 我们看看前三季的EPS 成长将近56% 别忘记 我还看过它的细项里面 它的细项里面 转投资里面 还有一个它妈妈 长龙 长龙 我记得我们前 2603 我记得有100块钱 我讲过嘛 也是要类债券 100块钱 它的股价来讲 它算是 它净值非常高 换言之 你买不下长龙 你间接的持有长龙缸 长龙缸又有钱持有长龙 坦白讲 我们再回到这个长龙缸的部分 我们看长龙缸的部分 所以以它现在来讲 它的价位 我认为说 有股息值率比好 不要忘记了 去年在12月底的时候 某一个ETF把它纳入成分股 这边的量的价钱 差不多在这个价位 换言之 我认为 未来它应该会有 越来越多的高股息成分的ETF 会把它纳入成分股 因为是集团股 然后股息殖利率 又算是有保护 然后呢 上次的成本价 也差不多这个价位 所以我认为说 在这个位置来讲 大概 如果是在最高的过程当中 学历有风险 那稳健的我认为说 车子的 还有这个长龙缸的部分 应该还是可以再做一个 后续追踪参考 好 我觉得这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它有股息可以做一个保护伞 不过真的也是谢谢你 或许真的不是什么大标特标 动不动就涨停板 因为这个要涨停板也很难 但是今天这两档 在它100块的时候 你都特别在股日线上说 让大家不要烦恼 算股息子率这么难 就估他们5% 对不对 但是中华车已经赚30块 长龙缸已经赚20块 长龙缸昨天才刚出现涨停板 就是如我所想预期 所以我还是想要 很多人加加美债殖利率 我觉得来讲 这个台湾的看得到 就可以马上赚了 对 那今天又再跟大家复习一下 这是上次再100块内容 挑出来的 那虽然涨了 但是因为股息殖利率的一个保护 我觉得还是有保护 所以涨20或30都应该 还可以再期待 好啦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留在下个阶段回来 把时间交给丁信王子玉堂先 也来看看 他认为在这时候 我们是要找低基期的 还是要找抢抢棍的相关股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银铛 非凡股市现场 好 回到非凡股市现场 刚刚比完了大联盟 现在要来比肌肉 对 所以你看台积电的一个上来 我们先看台积电的K线 当然有的人一定是非常的开心 尤其这种有些长包的投资 当然空手一定会想 到底这种像标股一样 像三个缺口的一个走势 其实我们过去有谈到 你要切入的时机 要买的话就是等横向整理 再去做介入 我觉得这都来得及 但这一波台积电 以前我们讲台积电的时候 好像是台股就会比较沉门 好像一个人的武力 对对 现在不会 现在不会 对对对 就是前几年 有一阵子就是 就是涨台积电 然后其他股十七成成 现在不是 台积电上来之后 当然你说整个盘 整个台北股市 热闹有 但我今天要谈的是 整个台积电的供应链 也是非常的一个强势 我觉得先看这一档 今天这数字 就是非常漂亮的红数 公道涨停 来到999元 台积电设备股 已经有一档 我觉得差不多了 明天再开高一块 就已经来到千金股的位置 其实我觉得从红数的一个股价 能够创新高的一个效应之下 就是呼应我刚刚所谈到的 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武力 而是台积电的一个走扬之后 当然不仅仅红数 很多设备股 相信大家也倒背如流了 什么加登万论等等 那我把红数拿出来说 因为它的股价 已经要卖向千元 那我觉得这样的 扩散效应之后 会大家慢慢去把 这些周边的供应链 上中下游的 跟台积电相关的个股 我觉得这个联动的效果 一定会更明显 就是说可能台积电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三个缺口上来 也许会跟前一阵子一样 再横向整理了 可能一两周等等 做一个横向整理 但是供应链的个股 我倒觉得这个地方 机会就来了 那我今天带几两个股 带各位去看 那第一个我挑的是在 台积电在这个熊本设厂 我觉得最直接能够受惠的 应该是这一家 3587的鸿康 因为它在日本布局的 算是最早最积极 它是台湾最早 进进日本的一个台厂 在2019年已经在明谷屋 就第一座的这个实验室 他主要做这些材料的一些 验证检验 那他最早进去日本之后 那我们知道台积电去熊本设厂 那因为鸿康很多的客户 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车用的 那些车用领域 这些相关的 就是跟台积电设厂 就是整个match在一起 一连贯 所以鸿康他也去熊本 成立了第二个盈域 盈域据点 在去年第三季就正式开幕 那今年就开始贡献营收 这个就是跟台积电一起 那最厉害的是什么 他之前的一些 罚说有谈到吗 预计今年上半年 这个熊本的实验室 阶段就应该会满载 那更厉害就是 这个实验室刚盖好之后 现在已经规划第二座 因为台积电也讲嘛 是不是在熊本 好像要再 要在二场 二场 甚至有听到三 三场 所以鸿康也说了 他的二场 预计年底就可以 就开始完成益柱营收 而且你刚刚谈到三场 之前媒体有谈到 可能鸿康的第三座实验室 也会成立 所以就跟台积电一样 就是你的设厂越多 订单一定越多 接单量 这个是一起成长 所以我们看一下3587 鸿康的这个线图 原则上最近已经有走出 在过去第四季的 相信整理的区间 但他还没有过前高 但他的业绩 我觉得非常的好 我刚刚聊到嘛 像鸿树甚至有一些半导体设备 都已经创下历史高了 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 你还要再找一些 真的能够跟他联动性高的话 我觉得以3587的一个鸿康来看的话 应该在这个地方 是蛮好的一个切入时机 我不敢讲这个地方 你买完他一定马上涨 因为他有时候股性比较温吞一点 但是他现在差不多已经回到 五日十日的一个位置去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切入 应该是 蛮安全的啦 我不能说绝对安全 绝对再低一点 但是鸿树都能 如果真的到1000甚至更高 那其他的设备股一定会带起来 所以我觉得 你说300块来看鸿康不便宜 但是你用鸿树可以到1000块来去看这些设备股 只有300块的话 好像不算贵 好这个是我的逻辑是这样 因为都有设备股已经冲到999块 好那下一张我挑的是比较有点转机位 到上次我有谈到就是陈美财 因为他转型比较多元化的经营嘛 那维护这个股东的权益 然后让从过去的面板 偏光板转到其他的这个上游材料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质卡 这就是上次有谈到 因为他并了这个欧普斯化学 拿了33%的股权 那欧普斯化学本来就是台积电 日月光投控的一个供应链 那因为他主要做的就是这种 电子级的高纯度的融迹的代工 还有像是那种回收再利用的一个部分 所以以陈美财来讲 已经跨入到半导体这个所谓 上游的这个特用化学的一个部分 尤其是COAS台积电的一个扩产 那对于这个光竹玻璃剂的需求 他绝对是往上去做一个提高的 那他主要的客户就是日月光台积电 这些半导体的大厂 我想这个欧普斯化学 所以你现在去陈美财来看 当然你说他营收占比瓜 不是说非常纯的特化股 但是其实盘面上前一波在动的一些特化股 其实有一些也不是说营收占比很高 但是因为股性的关系 什么像中华化、永光 一旦有动到特化 他们就很活泼 但陈美财来讲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点 其实真的已经满满低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低 股价还低于禁止 那我觉得按照现在的逻辑角度去看 因为陈美财可能也跨入到 像是车用领域的一个部分 所以以目前的股价位置点来看 我觉得还不算高 但是因为他切入的实际 以技术面来看 我觉得他是要等这个量 对 因为前一波 从12块3的大量出来之后 就休息了 然后这一波攻 没有过过去又再做回撤 那第一个支撑区差不多就在这 就是13块 只是他哪时候要再攻 我觉得如果你要操作这档的话 以我的经验 我会等他放量的时候 等他放量的话 那可能就是比较明显 多头的一个攻击的企图 心有展现出来的话 你看量 量有放出来的话 我觉得就是下一波的攻击讯号 因为不确定在这个地方 他是要整理多久 那就去看量 那你可以等量出来的时候 然后再配合技术面 假设均线也勾起来 我觉得这边可以切入 那再来我们看最后一档的 我挑的是这个做雷射设备 8027的泰森 那这家公司 我觉得他在今年的营运状况 应该在业绩的表现 我们可以期待 应该会逐月逐季的往上成长 因为他做这个TGV 玻璃基板的一个设备 他主要用在这个我们讲 在先进制程当中 他的一个用量 他一定会 需求是更高 那他最独特性就是 第一个他跟intel的合作是非常密切 他过去就是在这个雷射相关设备的部分 就是供应给intel 那其实我们讲到台积电 当然也不能忘了intel intel其实也是很积极的 在扩展他的一个厂房的部分 甚至也一直在宣示 要供这个先进制程 要什么要供台 要跟台积电等等 当然结果什么样我们不知道 但是最直接受惠的就是设备 因为你要做扩厂 你要去竞争 intel要去跟台积电比拟 就是在先进制程这一块 我记得在上一次的intel 也有谈到要做这个什么叫玻璃基板 因为玻璃基板就是你在先进奉砖 换了这个基板的一个材料之后 他的一个运算的速度 然后整体的一个效能才能再更提高 所以这TGV的一个玻璃基板设备 泰升他在intel的地位是有独特性 当然这个设备也会应用在台积电 台积电的CPO的一个封装供应链当中 我们知道前一阵子市场都在封这个光学 讲的就是CPO 那台积电跟intel 其实他们要打的就是CPO领域这一块 就是后面的一个先进封装的一个领域 这个部分来讲对8027的泰升 绝对是一个加分 所以我们回去回过头去看他的K线 应该这么讲 前一波从今年以来 其实他也有跟着涨了上来 从60几一路拉拉拉拉到106块 但是如果以走势上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可以在司机做切入 因为他的营收 我觉得还没有真正涨现开来 那再来就是以股价的价位来讲 或者以位阶来讲 还不算是像其他已经那种斗角度的 像刚刚谈到举例的红速等等 那个又冲到历史性高 那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带给各位 就是说 他现在股价刚好又测到月均线的一个位置去 那刚好这一波有一点点就是因为市场上 这个产业个股轮动的非常非常的快 那有些设备其实我们都知道几乎从什么 上年下来我们谈到已经都已经轮到特化了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 不会说就是轮到特化就结束 而是又会再轮回来 因为你看嘛 今天红速又接棒创高 对对对对 因为前一阵子是设备休息 然后转到特化 激励赛 对设备休息 然后转到特化 然后特化 今天还是有动 像圣一 对对对对 还是有动 设备股又接棒 就是它是一个很良性 我们讲良性的轮动 就是不会轮到ABC 然后这个东西就结束 而是ABC轮完再ABC然后这样轮 所以我会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回撤 其实机会就来了 所以以泰森来讲 回到月线的一个这个位置区的话 你可以特别去留意 但后面就去关注他的营收 如果如我们之前的研究的话 在今年他的营收应该会比去年 会有比较那种双位数以上的一个成长 OK 好所以提供给投资朋友这个 看到台积电至少不是一个人50 对 都还有一些配角 但是都是轮流 这个表现上面 可能就是说不定又是下一棒了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跟着股市现场的节奏 来掌握盘市最新的发展 好高股息ETF 我们要如何挑战高股息ETF 我想有十档股票很诱人 好的我想这几年呢 就真的高股息ETF真的很红 一目击 就破百亿 不是破百亿 三百亿 三百亿 我想未来有三档 就是最近有三档ETF 就是 我们都介绍过了 我们去赶快找连结看一下 因为台湾人很爱ETF 对对对 这三档ETF 就是统一台湾高 00939 00940 00930 00940 00941 这三档其实募的金额 非常的大 这几百亿了 我觉得 一个概念 ETF既然那么好 大家都去抢 还不是这样回到原规 对我们用股票去抢赢高股息的席 高股息的部分呢 我觉得呢 个别股可能它也会发动 因为呢 你直接ETF也会去买它嘛 多可只要符合它的条件 当然我们是针对说股息来看 我不考虑起来的条件 好我们就用股息 对 因为这个时间点呢 从过年前 今天会早出一档10%的 昨天我们才挑战到8% 你来挑战10%的 因为总是会 陆续要开嘛 我想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追认去年获利 去年的财报公布之后 就顺便跟你讲股利 他不会等到股东会去承认 董事会行情就先动了 那股东会的时候会不会动 可能就不大会动 除非他有一些董事件改选 或者是董事长要开心了 加码股利那就会动 通常这个二三月的时候就先动了 就是所谓的董事会行情 那我会觉得说依照目前的利率来看 要吸引大家 包括5%以上 可能就会比较有吸引力 所以我把已经公告了 我们这一次没有用预估的 我用因为公告已经蛮多的 我说实在的 5%以上还蛮多的 只是有些流动性真的很低 一天的成交量几十张 上百张我就先把它剔除掉 我给大家用这种方法 你现在可以去搜集一下 可以去留意 我各挑了五档传产 五档电子股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那首先在电子股里面 你看到也有大支的也有小支的 第一个呢 达方 这是去年的EPS 这是公告的现金股利 这是现金股利的殖利率 我用昨天的收盘价 你看达方 配4块钱的现金 赚5.91配4块算大方位 殖利率有7% 东科KY前一段时间飙得很凶 涨得那么凶 赚8块配6块6多 殖利率有6%多 台积电好强 连电总会说我好委屈 我去年也赚4.93 当然不能跟台积电比 自成各方面先进上一定有落差 不然股价怎么会差那么多 赚4.93我配了3块钱 我有6% 再怎么算我都 殖利率都比台积电高 会不会就吸引到一些法人的 中长期的买盘进来 散热的元三今天涨停满 4.08块配3块钱5.89 加张赚4.3的配2.3也有5%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个别股呢 最近都有在反映 就是因为殖利率高 但是它一直涨一直涨 哪一天掉到5%以下的时候 可能力道上就会比较弱 你就要想要涨上去 殖利率就往下掉了嘛 除非你去加码这个嘛 问题是还刚公布也不可能那么快 我们可以看一下 相关的一些个别股 8163的达方 先拉这一根 就是殖利率高的情况之下 拉了这一根 但是呢一样嘛 我拉了那么大一根 跟五日线的乖利率那么大 那未来呢 有没有看我画过来 大概不到一半啊 这跟红K棒不到一半啊 那未来只要这一半的位置点 不要跌破的话 你不妨可以去留意它一下 可以留意一下这个达方的部分 那下一档呢 我们可以直接看 东科联电圆山加账 你要看哪一档 东科 东科基范是上的 我们看一下 东科基范上去的 就不追啦 沿着五日线上 连电 我们看连电 现行真的不好看 真的不好看啊 不好看啊 但是我刚才前面讲一个概念 台积电都上去了 我说实在的 大家就会想 我买不下台积电 我资金会不会进来 可是你这个成熟制成 对没有错 成熟制成 但是呢 景气慢慢的回来 多少 而且我殖利率相对高的时候 就会有机会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留意它 你说殖利率相很高 我就是买不下去 上面有很多均线纠结 在这边压力在那边 我给大家一个很讲 我比较喜欢这个下降轨道 OK 哪一天 你把这个下降轨道 你就回家去画一下 好 连结了 突破以后 他就转强 好 我只能说 他突破之后 他就转强 你就可以去留意了 如果没有一直没有 你也可以不用急得动 好 当然你可以分批成阶 我想这是 一些相关的电子 连电可能有 历山今天涨停 圆山 圆山 圆山今天涨停 跳空过了 这个缺口不要补 都喊OK 那加张的部分 我想股价今天也一样 也冲出去了 这这几天 当然股息值利率算还很高 但是呢 跟短线上不要过度追降 如日均线的压力会比较大 所以这张图表里面 你有没有看出一个端倪 第一档跟第三档 达方跟联电 好 可能大家可以去考虑 你看你自己的个性是什么 积极一点 还是呢 不要保守一点 都可以观察一下 注意咯 10%的来了 营建股其实很多 值率都蛮高的 我要先讲 我今天要讲到 我只没有把它全部拿出来 这里面有两档营建 永信建 国产 其实这个也跟营建有关系 钢筋 钢铁 那他们的传产值率都还蛮高的 你看 永信建赚12.55 配11.29 值利率10% 然后金晨银 今天刚刚国中兄有提到过了 5.59 配3块钱的现金股利 然后呢 这个国产 3块钱 配2.1 6%以上 东刚又赚6.48 配4.2 5.45 龙钢也配2.5也有5%以上 好了我要讲了 这很多跟所谓的营建有关系 这个时间点 我就要提醒大家 有很多业绩还不错的营建股 陆陆续续会最近会公告 嗯 他们的值率如果很高的话 应该会放到营建股动一下 而且呢 我发现了移转动数各方面呢 其实有在回 台积电的带中的房地产销 尤其那个新清安 都有鼓励一下 青年人可以比较新清安 对 所以营建股的部分呢 我说实在的 有些殖利率都还蛮高的 大家不妨可以去留意 所以我们看永信建呢 主要还是以中南部建为主 那股价呢 你看 涨上去的殖利率还那么高 所以代表它的配很大方配息 那我觉得如果说它有压回 就可以去留意一下 当然不追高 因为毕竟是真的 股息殖利率的角度去看待 那2504的国产呢 你看 国产的股价 也跟营建有关系 它也冲上去了 所以一接一接 我只拿来做示范 这两档个股 如果是我的话 因为我今天把它搜寻出来 量比较大 我不追 我不会追 但是我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想法 名单 名单 华顾长虹 黄翔心腹帆 你觉得这些很好的 业绩好的一些 营建股 配的息会差吗 不会差 会有出息 对 你会考虑这一块 看这些营建股都上去的时候 其他的营建股还没公布了 会不会有机会 这是第一个 那 南部有金晨英 北部有远东营吗 没有啦 金晨英 配3块钱很大方 6点多% 那它跳空上去 就一路慢慢往上攻 那我会觉得金晨英本来获利都还不错 我觉得 在一些银行股里面呢 应该会带动一些比较民营银行的一个比价效 因为金晨英冲上去了 那远东营一样也会有机会 其实远东营今天也很强劲 好了讲到这个东西 我有一个概念 位置点很高对不对 很多人不愿意说 我要怎么做一个投资 我买ETF 我也不ok 把钱放在银行定存 利率又太低 但不ok 我跟大家讲 不要把钱放在银行定存了 你去买他的股票可不可以 利率更高 但是呢 我觉得很多关股 跟国中修教一个概念 有股票又有现金对不对 我们的关股银行很多都会这样配 华南金 兆峰金 第一金 张银 合库金 很多都有现金大家股票 假设到时候公布之后 他股息质利也不错 你用定时定额模式长期看待这些 这是另外一种投资模式 你可以去留意 另外呢 东刚跟隆刚 我们可以看一下 来看一下 殖利率都是超过5%以上 那东刚的股价 慢慢的垫上去了 最近的法人也有一些琢磨 东刚上去了 大家就想风心 这开始调节了 风心 会不会有一些比价 所以我觉得东刚的股价呢 就沿着上升轨道操作 隆刚 5009的隆刚 一直以来呢也是好学生 但是呢 我看东刚这样涨 我就觉得隆刚很低估 殖利率我也有5% 有没有 我在底估底 所以呢 我今天大概有一些互相比价的效应 有些上去了给你看 有些还没上去 我觉得就是重点 隆刚一直以来 就特殊钢这一块 不锈钢这一块 其实业绩面都很稳定 那股价在低档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应该有机会 会轮到他来做一个表态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呢 开始去搜寻 不管公布 没公布 或当下公布 只要殖利率很高的 位阶点不高的 比较流动性高一点点的个股 你不妨可以在这个时间点来卡位 千万不要等到什么 股东会确定认你再去买它 来不及 好 这是第一波 下一波股东会结束之后 拉回来 除息前他可能会拿一波 就两个阶段 先赚差价 要不要参加除息 再说 OK 所以呢 市场其实有一派 很厉害的前辈们 都是呢 抢息大作战 他不参加除息 他也不等除息 但是只要一公布 董事会行情 就先抢一波 就买在高股息殖利率 等他股价开始涨了 就也会卖低 卖在低股息殖利率 其实更高干的 是在可能前一年的 十一二十二月 开始动 开始就估算了 你知道这是谁教我的吗 我以前不是带过去 十一年的券商吗 我在券商的老董教我的 朱董事长 对 朱董事长 朱董事长 他教我的 他跟我说 要怎么去估算 我带几下团队去弄 买在高股息殖利率 卖在低股息殖利率 买在董事会 对 卖有价差就先跑 但是也有一派 就买在除息之后 因为有人配息就要担心 要再缴补充保费 然后并入综合所得税 或者是你要分开 但是就是有些人就是灵活一点 这个就是每年的乐趣 但想不到今年的配息 玩法是老玩法 但是很流行 给你股票 给你现金 一起来 双享受 对 这个会更好一点 所以待会国中前辈 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看 双享受 给股票 给现金 大家就流行这个 你怎么能不做功课呢 马上回来 好回到非凡股日现场 现在谈股息根本就 就是稀松平常 几趴几趴 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有贴还有贴 它不仅呢 它的股利里面有现金股息 还有股票股利 是 好 我们在第一段的时候 讲到车 中华车跟长龙钢 其实它这股息之力 应该是会非常高 这个是纯粹就是在息的角度 但呢 以现阶段来讲 我觉得市场上 慢慢会有个趋势就是 因为是多头市场 对 所以呢 如果你在股票市场上 待很久的人 应该会有感觉是说 你巴不得你的股票 能好几张 这样的话就长比较快一点 我举个例子 大家比较如果 在这几年当中不流行 除全息的部分 我们要看一下公司 帮我们看K线图 3293的星象店 帮我们看一下 最具有代表性 帮我们看一下 再缩小一点 时间拉长 还是用越K线 越K线好了 越K线好了 这样最明显 各位它曾经 就是这边会出现 这不是因为影音利空 一张配一张 一张配一张 买一送一 它一张配一张 一股就配一股 所以你把全值还原回去 不知道导播就可以帮我 可以按06 你按06 还原回去 你要发现 它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 你当时是一张 现在是double的一个乘数效果 那当然这种好公司 台股的电子公司当中 愿意多配股票的 真的是少数 它这个就像之前那些什么 Apple或Tesla 之前不是也有 都配的很多吗 所以我觉得来讲 如果能够在多的市场上当中 能够增加股指 我觉得这个是会让你有 负利效果 会有一个负利的效果 所以呢 我认为今天 我抓几家公司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我觉得 股息殖利率不一定要高 因为它 当然如果它能够高 它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它有一定的股息的 股利率的部分 它又能够配你股票 给现金 它就付出效果 有个例子像刚刚建成这边 就讲的 像我们低金 它1月份已经说YOY 8.34 然后你们看到 它前年前三季1.21 去年前三季1.4 那YOY是16% 那你看 它的息是配0.8 全配0.3 股利率是1.1 如果算一算 股利率就4.07 你想4.07 跟你的银行的利率来比较 就差很多 更何况你的骨子会生骨孙 所以我觉得来讲 你的骨子还会长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抓几家公司给 跟大家先大概做报告一下 最流行的 我们帮我看那张图表 我们看一下图表 我们再回到表 我们帮我们看图表 我要想稳健 像年华大家都是要稳健的 然后YOY 30% 然后全年的前三GPS 跟其中期间 大概成长相近有3% 虽然不是非常强 但是持平 但有发现 配块3 0.7的全值 股利率是2点 那股利率3%多 坦白讲 通常股利率我认为 你要在有点某种乘数去乘数 对 因为它有股票 它有效果 全就是股票 那再来是莲花石 就是这两个是面粉 一个是你试的零食 也是一样 大概小幅衰退18% 对 它将近有3%左右 配1块6跟1块 也算是蛮高 而且它配的全值还算蛮高 蛮高 那另外一个是呢 雅利22.67 然后呢 它去年当然一定是成长的 那台电过往计划 当然让它的部分是成长的 但它配1块跟0.3的现金 0.3的股票 1.3 1.43 从它的例子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你不要嫌这个小 我举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1514的雅利好了 它在上礼拜纳入MHCI的小型的 新成分股当中 帮我再说小一下 再说小一下 现在公司 如果你在我刚才讲 它是配1加0.3 好 1加0.3 那这是去年再出席的 前行价位 也就是说当时候大概50块 你的股指 配0.3就是30股 30股 如果呢 你是30股 当时候50块 你就知道 市价大概1500块 当时候价钱1500块 因为习去相处完之后 它平均都是50块左右 那现在118块钱 你原本的30股 乘以50 现在变成30 乘以1100 哇 3000多了 哇 这跟当时候是倍数 等于说你的那个股儿子 那个他配给你的股票 也会涨大 没错 而且呢 我跟各位讲 长期投资人 喜欢这个 把妈妈卖掉留儿子 通常会这样子 因为妈妈好卖 妈妈好卖 她有一张卖下去 马上去 主个例子 当时候5万块或6万块 马上卖掉就5万块6万块 那因为股指的30股 不要卖了 这卖也拿不到什么钱 就股指 所以你会发现 通常妈妈没留着 儿子到最后帮你大赚钱 我看大多数应该都是这样子 儿子大赚钱 当然都是这样子 所以呢 如果 大股东也是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妈妈卖了 把钱拿回来 儿子大赚钱 你不要小看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 大股东会配你股票 表示什么 他更对他有利 因为什么 大股东如果持有1000张 他这样随便一配下去 也有多个一张 或者是多加钱 我说例如 每一家公司都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呢 敢配你股票的 表示他对公司的后市是有看好的 对 因为他持股更高 对对对 好我们再看下一张的部分 我们再看我下一页部分 再来看呢 耀雅 2.88 然后4.83 大幅升张56% 然后你看3.15 1.0 4.15 4% 算是非常高的 这家公司我之前有提到过 我待会儿再跟各位讲一下 好 那再来今天我讲的 有一家公司 你应该对他不太陌生 对他比较陌生 但是很老的 很老 34% 然后呢 EPS的部分 在成长部分 也是成长15% 那配多少 一块半的去年的 然后0.3 1.8 总共6%的鼓励率 非常高 那低级我刚才讲过 那红宝的部分呢 他是配 他是电子股 电子股当中 他前三季是 6.43 5.49 17% 然后呢 他配0.8 0.5 虽然不是非常高的 股票股力跟股票先进 但是 EPS非常高 那大概 他股利率 大概1%左右 虽然是不高 但是呢 相对来讲 他是做稳健成长的 那国际就是上礼拜公布的 那这边来讲 他是20块的 2块的全 那大概将近有 5块4%的 这个所谓的鼓励率 我们看 我今天要带两家公司 来跟大家做说 第一家我们看 你应该觉得 对他很陌生 因为通常他不会在台面上 登得很清楚 被人家拿出来讲 对 但这家公司他成交量不是说 很小 他也算有一个基本量 我先讲一下 他是一个水泥业 那大家用水泥就是什么 台泥 通常这样没看 这家公司后来我发现 他还算蛮有潜赞 净值也蛮高的 净值有32块6 因为他有土地 OK 然后他净值 PP ratio 0.91倍 换句话说 股价比净值现在就打9折 那这样 然后你以为水泥是没有 是一个什么细阳产业 或者是什么没有很好的产业 错了 我看一看 各位去看这些营收变化图 从2021年7月起 每个月的营收歪歪 差不多都成长 只有22年2月小幅衰退 23年1月大概衰退14% 我猜这个应该跟春节入账会有关 其他都是成长 换句话说 而且他刚公布月份营收歪歪 还是大幅成长 换言之 水泥也算不错 重点来的是 这段时间 我们知道汽车零件 我们看一下两家公司 帮我看K线图 我们帮我看K线图 一家公司叫做2504 国产玉瓣混泥土 最近是很红的 股息殖利率2.1 另外一家是现在汽车的 1319 东洋的部分 你也发现都非常强 我刚好看到这家公司 结合他们两个的成本成在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走势 帮我看POPPOR的部分 在转投资或者是跨界领域当中 它在转投资 要生产轮圈的底盘元件 略合机械 每年会带来很大的获利的收入 我待会再跟各位讲 那各位看一下 它的获利 从原本3%盈利 现在已经11%了 EPS 2块2块 1块2块3块 换句话说 它的获利也非常好 营收也都在逐年做成长 你看一下它的现金 它的配发的现金的部分 1块半0.3 每年差不多配块多 如果再算一算的话 我预估它今年有机会配到1块9 好 那鼓励力 它有几年没有配股票了 五年没有配 因为之前比较空投 但去年开始配 我觉得今年应该会 我们再看一下 我刚才讲的 我们再看下一页部分 它另外一个就是在于说 它跟汽车领重也有关吗 有 这是它第三季去年的 任务损益的部分 它去年第三季 税前获利12亿 六合机械这边就认了5亿 台南预办红领赌认了4亿 换句话说 这两个就已经 任务将近有快 非常多的获利 那六合机械 来看一下 上上个礼拜的时候 Nimity这家公司 宣布城市小型的电动车 Nimity 3 获得汽车相关企业 包括六合机械 台育橡胶跟动力物流 这三家公司投入 大概做这样的车子 大概11572的三分之一 而且它是在台湾 预期明年要临终上市 换句话说 六合机械 它有六合机械的车子 还有一半混凝土 如果这样子讲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价走势图 1104的来讲话 我们看一下1104 1104的来讲话 它的本益股息殖利率现在还6%多 我觉得来讲 跟刚刚的国产2块1比 我觉得应该或许有机会比较效应 再我们看一下 下一档 还有一档 我先前讲过了 医美的 医美的仪器 对 各位看盈利率非常高 而且EPS每年都在做成长 前三季EPS4.83 已经赚赢了它的部分 所以女人的钱真好赚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次我要强调是在于说 它同样的 它有一个叫短投资 叫做加一美人 加一美人是它的子公司 然后之前公布要配 它的所谓的盈余配现金4块4 资本公积配2块29 总共配6.71 换句话说 今年第三季还没到 它已经什么 子公司已经要配发相关的鼓励 而且这鼓励算还蛮诱人的 也就是说这去年第三季认列的 那今年第三季 已经吃了一个所谓的潜在的定心丸 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鼓励的部分 它先前都没有配 去年开始配一块 我觉得配发蛮还不错 而且鼓励率各位开始看到 3块多到4块多 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股价走势图 1138 我先前强调过了 累债券100块钱 如果100块钱可以配发到4块 今年甚至我觉得会有机会更高 5块以上 换句话说 股票的鼓励率基本上是 股票的鼓励率基本上有5% 我认为说 以现阶段来讲 它这边的底部也达蛮久了 也在连线附近 我认为这边应该是 可以做一个可攻又可守 OK 那我们再把这10党标的 跟投资朋友来做一个扫描 就是那种双响炮 就是能够发财给现金 然后能够添钉给股儿子 前儿子 古儿子都有双响炮 这种天丁和发财是目前最流行的 我们看到今天的远东 远东营 今天亮灯涨 对 所以我觉得来讲的话 这些公司获利稳健来讲 它是可藏可学 有前儿子 还有古儿子 真的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 天丁又发财 这是目前最流行的 今天有人有出席 我们留在稍后回来找出黑马股告诉你 好 回到股市现场 刚刚是以台积电的扩散来找相关的一个族群 我觉得你扩散到再扩散 应该扩散到其他的个股都上来了 像我们一开始第一段谈到集团 连这个上药集团 以前都很少谈到的集团股 而且还涨停一条了 对 涨停一条了 如果你在切开来那些细部的个股 这不是第一天涨停 很多次已经涨快翻倍了 然后今天又在涨 所以就是黑马股 我们这段是回到黑马股 所以扩散开来 就是说其他的产业个股 他一定也会有一些 就是大家会去看 怎么还在那么低档 怎么时候可以轮到我 对 一定会有机会的 上药集团都能涨 你手上的集团股绝对有机会 不是说上药集团不好 只是说比较冷门 过去比较冷门的这些个股 都动了起来 那你手上有些好股票 或许也是过去 大家比较不是那种主流性 但是你去从他的业绩 产业面去看不错的话 那自然我觉得下一棒 就会轮到他们 那我们先看今天带的第一档 第一档我挑的是这个PCB的男子店 这个多老的标的 对 非常老 老马股吧 那我把他挑出来原因是说 我觉得他的价值被低估了 因为他持有护士店的比重12% 那护士店是在 这个大陆挂牌的护股 对 我们看002463 我们看这家公司 他在今天就有写下了这个波段高 那其实应该说过去这一阵子 他表现已经非常强 我们知道大陆股市是跌得非常非常的惨 我们可以拉比较长一点的周期去看 那户户店的股价 这样都OK了 你看从2022差不多这个时候9块多 他还可以一度涨到30 上阵怎么走 大家应该很熟 是或者港股是这样这样往下走 上阵是从左上角这样往右下角 我们刚刚正式上阵 这样子往右下角走 我们回到这个护士店的股价 护电 好 护士店的股价确实逆势往右上角走 非常厉害 这个在空头市场的走势中 有个股市可以创高往右上角走 那因为他做的很多就是AI用的这个PCB版 甚至是网通 那最最最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对我觉得这样比较非常好 就上下图 对 你看护电的股价我们可以多拉长一点 所以刚刚看到个位数的时候 这样子 从这个走 对 9块钱一路涨到30块 但是上阵这个时候3000多点 一路跌跌再两千多点 所以护电能够这样子上来 就是我刚刚谈到 因为他走的这个PCB的部分 其实是比较这种利基型的一个市场 那回到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2316男子电 因为男子电持有护电的比重12% 他的成本不到5元 我们刚刚看已经到30了 因为是刚刚今天最新的收盘 那护电的逆势标高 这个潜在的利益大概可以高达100亿元 那可以贡献这个储分的利益 可以贡献男子电达6个股本 那在去年男子电有储分一些股 股份大概0.几个percent 光是0.6 0.7 就大概这业外的EPS 可以贡献男子电大概4块多 那他像帐上大概还有12% 就是我刚刚估算 如果股价又再创高的话 那可能金额更高 就男子电就光是这个储分 就有EPS60块6个股本 那本身来讲他在AI加速卡的用版的一个部分 在去年底的法术有谈到 今年会比去年一定是翻倍成长 因为一定是如此 因为AI的一个需求量是绝对今年是更高 所以他也谈到今年的订单 没有意外绝对是一技比一技好 全年的营收有机会看成两成以上 那现在的净值是15块 股价都还没到净值 三十几块钱 所以我们看一下男子电的K线 就位置点也不算高 然后经过整理之后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底型已经浮现 那今天留了比较带量的上线 因为刚好去挑战这一个高点 大概四十二块的位置 那我认为应该整理完过后 应该会有机会上去 因为盘中一度都有过了这一个黑K高 只是洗盘之后 因为毕竟他也拉了连四红 休息一下 我觉得应该就是再上去 因为价值非常非常低估 尤其这波PCB 你看像滑通药滑 整个买器看起来都也都上来了 这是2313的滑通 我们再看2367的药滑 PCB版的个股 你看药滑最近也很 也是买器也上来 以前也是量缩缩缩缩了很久 最近量也放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在PCB版我刚挑的男子电 我觉得有摩依止贵的效果 业绩今年也有机会好 这个是在2316的一个男子电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档 那下一档我挑的是这个散热 那散热这一波真的是 也是非常强势的 因为从双红齐红的带动 那今天动到的是圆山 圆山今天开盘也是公布出来的 获利不错之后 也拉升上来 这就是我们过去谈到的良性的轮动 整个族群一档接一档 那我把动力KY抓出来的原因 因为第一个我认为 AIPC它的一个市场的成长 我觉得是非常明确 再来这个对AIPC来讲 整个散热的需求它绝对更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所谓叫二优以上的这种对转双风扇 它走这一块发展 那这一块的这个风扇的优势是什么 高转速 然后高风量高风压低震动低功耗 那低耗功的一个带动之下 第一个我觉得对动力KY来讲 它的毛利率月季绝对是加分 因为AIPC的对散热的需求绝对是日益增加 那而且三大的这个显卡晶片 NVIDIA AMD Intel 因为动力KY做的就是显卡的一个风扇 那这个竞争的态势绝对是更激烈 尤其微软又推了这个新的作业系统 那新的作业系统又支援AI的功能 那消费者企业端绝对有换机的一个需求 那显卡的新显卡新品的推出 对动力KY来讲 因为去年业绩算是比较差的 因为很多NB产业都这样 因为去年这个算是比较低迷 但是前一波我们都讲 AIPC今年未来这两年会有换机草 对动力KY来讲 它的散热的一个风扇的出货 搭载的显卡的出货 它一定会成长 而且它在这个除了AIPC之外 AI伺服器的一个散热风扇 今年也有机会出货 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动力KY的 应该是说它的获利 跟它的配息 其实从过去这几年 我有做一张质卡 我们看一下 它都是非常稳健的一个公司 你看从2018到2022 EPS3.12 3.44 5.66 6.83 6.9 这几年很稳健的往上成长 接梯式的往上 接梯式的 然后配息也是跟着它的一个 获利有同步的增长 就是大概都有配五成以上 赚三块配一块五 一块四六 两块七 然后配四块四块 像这样子的公司 配息率也有增高 也不错 对就是伴随着获利的成长 配息也增加 所以我们看一下 中立KY的一个K线 他在这几天已经有带量的一个 去做一个喷出的一个动作 这个就是我刚刚谈到的 你可能在过去这一阵 真的我有动力KY一阵子 然后看着散热股一档接一档的动 我说你不用紧张 他是好公司的话 市场就是一定会注意到他的 所以在过去这三个交易日 上礼拜五拉了一根 然后礼拜一跳空涨停 今天在带量收了一根十字红K 那这个地方我觉得操作 你可以稍微等一下下 我说等一下下 因为他等于短线上 先喷了两根漲停 然后今天收了一根中继的十字K 有点就是短线的休息 那这个地方 你可以等五日线勾上来之后 他可能会稍微震一下 因为现在股轮动很快 你说明天会不会动散热 我想我也很难收 就像重电股 前一天休息 今天又在接棒 就是这些产业的一个部分 就是一半接一棒 那我觉得你大概等五日线 等个一两天他上来之后 有稍微接近的部分整理之下 我觉得这地方你可以去切入 因为整理了这么久的股票 突然的增量 然后再往上喷出 然后又是对的产业 业绩又是相对好的一个个股 那我觉得机会是有的 好这个是在 动力KY的一个部分 那最后我们再看 我还有挑了一档 好我们看下一个 就是大众扣 那大众扣我把它挑出来 原因是说 因为它切入的产业 我觉得AI的比重 其实越来越高 公司也有谈到 它整个AI的相关产业的营收占比 已经来到大概三到四成左右 那第一个我觉得 今年转型就是在中国大陆市场 因为去年大陆 我们知道中美的贸易 很多中国做AI的这些企业 通完拿不到晶片 好但是NVIDIA 就是有通过美国这个商务部的同意 一些降规版的晶片 它开始在今年应该三月多 可以开始陆续 三四月可以开始去做贩售 那大众后签起来 它接着就是有部分大陆的这些AI产商 它伺服器没办法出货 因为拿不到晶片 但是今年这个情况 开始陆续可以解套 所以第一个这个AI伺服器的一个出货 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一个部分 今年就会见到成长 因为去年它是消下来的 那今年它会上来 这个是可以预测到的 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光模组的一个部分 从10G到800G 它都有做量产 而且现在是开发到1.6T 其实1.6T 已经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细光纸的部分 就要用到这种1.6T了 那它是涵盖所有的一个光模组 那再来就是它的子公司 就是优太 那优太它在前一阵子 前几天的新闻有谈到 要跟工研院合作 发展这个所谓大阵链的高频框的 卫星地面的终端设备 预计在2025年Q2完成 这个地面终端设备的商品化 那这个优太的部分就是大众控持股五成的一个子公司 所以大众控控控股公司 就是我刚刚谈到 其实它在伺服器端 在低轨卫星的一个部分 AI的一个产业 它的一个布局面 我觉得是蛮完整 而且这些产业都是很明确的向上成长 那还有再来就是像是车用领域的这种HUD的设备 我觉得都是蛮明确的一个产业 甚至有所谓的这种这种悬浮投影 立体式的投影 运用在未来的这个汽车产业当中 所以回过头去看大众控的一个股价 我觉得最近已经开始有打出了一个地心 然后一个小湖底转强的味道 因为前一波有点就是业绩不好的一个修正 然后到二月份开始量开始微微的增加 五日十日月均线 已经穿越了这个长期均线的一个反压 那像这样子的个股 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操作逻辑 第一根的这一根突破性的长虹 就是告诉你攻击的开始 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沿着五日线往上攻 那今天的回撤 我倒觉得给空手的投资朋友 在日后可以去留意 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 都可以找机会去做切磨 所以这个黑马股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条件 也跟大家做筛选出这几档标点 包括老字号的男子店 男子店 人家还有转投资 对 那可以看出来转投资表现得很好 那另外呢 包括了动力KY 做散热风扇的 事业是这样的配 对 那另外刚刚最后一档的大众扣 提供给大家 这个都是有点老的股票 大众扣也是很老 370一样 对对对对对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待会进行筹码追追追 那外资连续这样子的一个买超台股 当然ETF也成为它买盘跟卖盘的一个操作 我们待会来听听看怎么样跟大家进行追踪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非凡股市现场 重码追追追 那我们拜托我们的趋势大师 带我们来看 这是今天的量增股的表现 OK我们看今天的量增股的部分 大家我们看一下 它大概应该可以分成两类 好有厉害 差不多原始上都是属于低价 除了鸿海新日新 这个虽然是比较高价以外 其他大部分都是属于低价 那各位可以下来发现 这些低价的公司 他们的成交量 坦白讲今天都放得非常大 我们包括哪些公司我们看一下 耀华 郑文 陈铭店 典范 台通 富桥 鸿海 华电碗 中探针 新日新这些公司 那我想新日新最近比较行 我们就不用讲 轴承大家都知道 我们就讲这几家公司给大家看 我们看2367的耀华的部分 我们看K线图的部分 各位看一下 其实这两天的PCB的业者的股价 总是蛮强的 包括刚刚我们来宾有讲2316的燃子电 或者是最近很多的PCB版 也都有在多一个上涨动作 那我们来讲一下 台光电竞力也很强 也很强 好 那我们来看耀华的部分 2367的耀华 各位发现 他们都是在低价 然后上涨起来 那各位发现成交量 可能或许大家投资人 不会去特别注意成交量的变化 成交量变化 它今天的成交量将近有多少 13万张 13万张到底多还少 其实投资人 你不是单纯只看成交量的张数 你还要去跟他的股本去做对照 13万张如果放在台积电 那这个不是算大 放在鸿海也不算大 但如果放在这家公司 那就不一样 所以他是量争第一名 他家公司的股票总共67万张 那换句话13万张表示什么 今天大概有两成的股票 在外面流通 这个是2367的要滑部分 那我觉得来讲 这个就是看量滚量 那这个量滚量的部分来讲就是 没量你就是先跑一下 那有量当然就是 就在沿着这个五日线在做操作 那第二个部分是4906的证文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 除了这个P700以外 另外就是网通的部分 那网通的部分也是一样 都是在低档整理已久 然后突然上工 昨天那量还好 昨天放量攻击量 那今天量放到非常高 今天放量到9万张 同样9万张好像比13万张小 但是它的筹本是将近有40万张 也就是说今天一样 两成的股票 啪啪啪啪又在外面 又在那边流动 所以也是跟刚刚我所讲的 全部都用量滚量 那因为它是40块 比刚刚的价位稍微高一些些 还是一样观察量的部分 再来呢我们看的是陈明店 陈明店的部分 我们看陈明店 导播帮我们看一下陈明店 OK也是饥渴的 饥渴的部分呢 它的部分 它稍微比较强一点 它的部分呢前面两天的量 比较温和增加 好 那今天量就增加比较高一点 换言之呢 今天在这边呢 有一些部分是做了结出场做 今天的量多少 大概有将近有8万 8万8 8万8的部分 那这样公司呢 多少张 19.5万张公司 换计划说快三成的 股票在这边跳大腿舞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 自己就是去看 但我觉得它至少有一个跳空缺口 如果比空手的人倒是等 那会跳空缺口 再做一个考虑的部分动作 那带来是典范 好我们看一下典范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来讲 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些公司 完全呢 这个完全都是看筹码的 完全看筹码 像这部分它量缩 但是呢这边量放很大 但是呢 这边量萎缩之后 你要发现还上工 换句话说 筹码都落在 还是在有心人的掌控当中 今天出现一个开高走低 虽然是上涨 但是呢它的成交量 今天也非常高 将近有多少张 今天也有49000多张 49000多张 他总共有多少张 17.5万张 我换句话说 也是将近快三成 对 三成 将近快三成 也就是对这种大型股 对这种比较属于小型股 然后大量的股票 你手脚一定要快 再我们看一下台通 最后讲一下台通好了 我们看一下台通 那台通呢 它的部分 你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看 刚刚我们看的 都是差不多一模一样 盘整一涌 然后出现大张 它的量今天呢 将近有3万8 快4万张 同样呢 它的增速是7.1万张 也将近有快两成的 也就是说 这个还是用量滚量 那我认为说 它之前的这边 有一个高档的量 现在这个量 非常接近当初的量 也就是说 如果量在持续放大 或许这边的量 可能就会什么 做一个短线的出托动作 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分 你稍微要去注意一下 它的所谓的 最量动作 那我们看刚刚最后一个 在上页 比较大量的 鸿海的部分 那2317的鸿海部分 我们看一下2317的鸿海 它的部分呢 看起来同样都是这样 低脚整理 为什么没办法 它股本太大了 它股本太大 今天有108.5 那我觉得这边的买盘来讲 跟刚刚那球 完全是不一样的 刚刚那个比较是机动型的 那这个就是 这个比较属于偏向 不安于所谓的利率低丢 但是又怕安 外资是买超 但又怕所谓 又怕所谓什么 整个这波的行情没赚到 所以就回头来买它的股票 那它这家公司呢 去年配了5块3的 现金股息的部分 那它去年 前年之前是赚1块3 所以去年配5块3 虽然去年前三季是赚6块多 稍微比较少一点 但如果以它的股利来讲 坦白讲股息殖利率 也算是还不错 对 有符合你的百元商品 百元商品比较好算 而且相对来讲 你在100块钱附近 坦白讲 相对安全性也非常强 所以我们再收下一点 各位如果我们再想一想 之前当时有这边一个大跌 100块一向迫下去 就有很多人承接 为什么 当时就是因为选举的因素 是的 很热 所以它今天108.5 也是过这一波的高了 所以换言之 事实上在这边低阶的人 他们根本没有完全出上 只是说 佐料部分的获利了结动作 所以我认为说 以这部分的股票来讲 可能你当它拉回到连线附近 再来买 或许也比较好 但是它相对会比银行股票的利率 鼓励一点 你最会挑百元商品 对 我最喜欢百元商品 好 那我们来看外资的部分 外资在买超的部分 跟我们的强股 好多重叠 对不对 这个都是在刚刚的强股条件 你好厉害 看完之后都知道 马上勾行完之后有四个 被你教的 好厉害 我们看一下 那其实上今天看起来 如果刚刚的这些 比较属于中小型客股 可能这个周转率比较高以外 你会发现一样 也是有一个所谓的族群性 举个例子看 伪创 然后跟音业达 这些都是比较属于AI的 相关的族群的部分 那当然像鸿海跟台汽营 台汽营当然是AI 但是它是全职国 那鸿海跟台汽营的部分 就属于比较稳定配锡的部分 波动不大 这个跟锡的部分 所以你看看起来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 市场上就大概三派的 第一个派就是什么 短进短出的 我做很短线的 第二个就是做AI的主流的 比较很长线的人 另外一个 就是稳健型的 算席的 算席的 就是类似做鸿海 台汽营 这些等等的 我觉得来讲 就看到 看看自己个人的属性 现在市场有三派人 对 好 那我们来看卖超的部分 卖超的部分 当然是富士不动长 好像有正文 好 刚刚 那这个部分就比较不一样 那我们看一下 新光经 联电 精选高席 有达 然后呢 人文堡 正文 中刚 群创 然后呢 国企政额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 这边大致上也可以分成 几个族群给大家看 当然对明显的标准就是 友达跟群创 群创 这部分 因为毕竟他们整个获利 营运状况 还不是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来讲 还是会有一些压力 那实际上我们要看一下 新光经的部分 当然在银行股当中相对是 表现比较没有那么出色 比较弱了一点 所以这边被外资 当过调节对象 我觉得比较可怜 比较可惜的是 各位发现 这波当中 坦白讲 台湾的股票上市当中 很多公司根本没有赚到 最明显 最标准这家公司 中刚我们看一下 2002的中刚 中刚 哇 各位发现 大盘是创新高 它是一直在创新低 然后我记得 中刚跟联电 都是台湾上市上跪公司 里面的股东人数最多 换言之 也就是说在这波当中 坦白讲 多数的股民 他是没有赚到钱 所以为什么造成很多人 现在都要 类似买ETF 至少他可以 避免到这样的一个 少赚钱的机会 那我觉得来讲 如果像中刚这样子 类似这样 然后明天他可能就是要测 我们再帮我说一下 好 23块半这副片 就是他的前波的支撑 那今天已经到24.05 那假如你有 我觉得你也不用再卖 因为已经接近到前波的位置去了 更何况他是钢的龙头 坦白讲钢是虽然不好 但是至少他还有他的基本的价值 就不用再去做一个追涨动作 追杀动作 还有纪念品 但是逢高五觉得适当还是调整 因为毕竟产业景气还没到来的时候 你就是高出低阶来为操作 这样子 所以你看这个产业景气 这温度有的热腾腾 有的冷嘰嘰 没错 好 那在买超的上跪的部分 OK 那我们就在镜面 反复跳给投资本做个掌握就好 我想我们大致把外资 还有今天强股都跟大家来做说明 筹码追追追谢谢咯 混音 贴